对那他的他的那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居然 居然讲说美国嫉妒他啦 可是实际上一直被人家踢爆 在俄罗斯有一个城市一个杂破店外面有个公告 上面讲说请大家捐献物资 物资包括药品跟日常生活用品 药品就是不管是那种感冒药啊 味药啊或者是伤重的这些药多多益善 还有日常生活用品保暖内衣袜子各个东西请大家捐献 那人家就说你不是很充足吗 没有我们我们很充足没有错 可是那为什么要捐献 因为民众要感谢第一线将士的辛劳 他们想要绕军 所以他们是这个他们主动的行为 你看到连这个都可以凹啦 但是我最后我要讲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就是 俄军其实他好像一直屡战没有办法攻克下来 其实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没有谈到 其实是因为俄罗斯他的疫情非常严重 他有一亿他一亿四千多人的人口嘛 他染疫的人口一千多万 这十分之一 死了三十六万人